它上面的那個蛋都炒出那個有點焦焦的酥脆的焦香味 頭髮的串炸粉很小 不是頭髮的串炸粉 這邊的話是淋江夜市 不過我們習慣叫通化夜市 世間大家比較不知道通化夜市的美食 但是我們比較常吃的我們來推薦給大家 有一間是賣牛炸的跟炒它的那個牛肉炒飯超好吃 然後再來的話有一個是我們後來發現的一個蛋糕 芋泥蛋糕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還有一個是那個妒忌應該是妒忌麵館 水餃 對它的水餃跟炒手我們很愛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它是藏在巷子裡面的一個 那種日式串燒 然後它有點像居酒屋 那家也很好吃 這個是夭壽 哇這裡面全部滿滿的榴槤欸 全部都是榴槤 哇滿滿的 芋泥大包炸 它的話是那種雞丁做的三杯雞小菜 你有看過水餃店有三杯雞的雞丁 炒手也是很好吃 它的炒手的話它的那個紅油裡面是有那個花椒麻的 酒蒸 酒蒸蛤蜊 你看超肥的 肉肉啊 I don't know about that Cuz it's my lazy day Just wanna lazy away Aint gonna do a thing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You can try to seduce me Make me one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今天的話我們來到了這個是林 欸我們這邊光比較好 這邊的話是林江夜市 不過我們習慣叫通話夜市 那因為我們住在這附近 所以我們已經住了差不多七年多八年了 對差不多了 那我們常常會來就是通話夜市這邊吃東西 那這一次我想要來介紹的是 大家比較不知道通話夜市裡面的美食 是我們每次來都會吃的 四間 四間大家比較不知道通話夜市的美食 那是我們比較常吃的 我們來推薦給大家 有一間是賣牛炸的跟炒 它的那個牛肉炒飯超好吃 然後再來的話有一個是我們後來發現的一個蛋糕 玉泥蛋糕 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 那個它是藏在巷子裡面的一個 賣日式串燒 然後它有點像居酒屋 那一家也很好吃 那一家真的很好吃 它還有一個是那個 有一個叫什麼 欸杜忌 應該是杜忌麵館 水餃 對它的水餃跟炒手我們很愛 我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走囉 好啦我們的餐點到底了 我們點了炒飯炒麵 然後那個炒牛肉跟一個牛炸湯 然後我先吃吃看這個炒牛肉 因為我剛才它來起來之後 我們兩個一直在研究說 這到底什麼味道 它聞起來很像 不是沙茶喔 它聞起來很像肉粽的味道 肉粽醬的味道 不難吃 其實我們家的是炒麵餐 因為雞蘭賣完 它的牛肉很嫩 它牛肉超嫩 然後我們炒了一點辣 我覺得要加辣 如果不加辣 它味道會有點單調 然後再來的話 是這個 必點的這個玉米 牛肉玉米炒飯 它上面的那個蛋啊 都炒出那個 有點焦焦的 那個酥脆的焦香味 很香啊 嗯 超好吃 超好吃 它吃下去以後 它有點油 可是它的飯 是粒粒的 而且 醬油的那個焦香味超香的 加上它那個蛋是炒得有點焦焦的 然後玉米有點甜甜的 超好吃的 它的炒飯真的好吃 所以說那個過期 嗯 過過過過過 過過 再來的話是它的這個 必點的炒麵 它炒麵滿平 網路上其實評價滿兩級的 有些人說好吃 有些人說覺得它麵太軟 可是我覺得台式炒麵炒油麵 本來麵就是軟的 對不對 對 你喜歡硬的還是軟的 我喜歡吃軟的 我喜歡吃軟的 它的這個醬其實 跟那個炒牛肉醬是一樣的 相對於它的炒麵 我更愛它的炒飯 然後它的 這個是它的 牛炸餐 我們點的是小碗的 那裡面的話 它有很多料啊 有什麼牛腥啊 牛肚啊 牛肚啊 牛腸啊 我吃我敢吃的牛肚 其他的我不敢吃給你吃 我們加這個 牛肚 然後裹著這個醬這樣吃 嗯 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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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我喜歡炒飯 比炒麵多 這一間炒飯真的很好吃 好啦 那我們這一間先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去第二間 好了 我們來到了第二間 吃甜點 吃甜點了 吃甜點 我告訴你這一家 這一家雖然它是連鎖店 可是它有 之前我們有發現它有出一個東西 非常適合在逛街的時候吃 杯子蛋糕 就是這一個就是這個杯杯 而且尤其是我穿在吃的是 芋頭杯杯 然後是榴槤杯杯 榴槤杯杯 你待會再給你媽吃好了 是 你看我家全部都是榴槤味 欸這是新的耶 夏季芒果 對啊那就買這個啊 我覺得它超方便 它直接就在通話夜市的路口方便 哇滿滿的 哇那個芒果超大塊的 喔喔喔喔喔喔 吃吃看吃吃 吃吃看 吃 直接被人家店裡面吃起來 而且我告訴你 這個是新的 我們這也沒吃過這個 它這個中間還有夾蛋糕以外 它還有卡士達 然後還有布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到 然後上面是芒果 好芒果的OK嗎 好甜喔 插到最底 然後把芋泥挖起來 哇 滿滿的 芋泥大爆炸啦 好爽好爽 每次都喜歡吃這個芋泥 這芋泥真的好好吃喔 你是想被我揍是不是 芋頭磨了 因為它的芋泥是 裡面有一小塊一小塊的 芋頭以外 要跟我分享喔 拿去拿去 拿去 它的芋頭的奶香味超重 這個真的超好吃 雞皮疙瘩 那個濃到雞皮疙瘩 而且我們之前會發現這個是 因為我們來的時候 那時候突然想吃點點 後來發現這個之前我們有拍過 我們來吃 發現它有這個杯杯 它這個就這樣子拿著直接去 那個叫什麼 拿著直接到那個 光夜市 是很方便的 草莓 你把它整個掉出來 差點整個噴出來 剛才後面的人都在看我們 對啊 所以你現在不敢轉頭 對 草莓老師 你第一次吃就是吃草莓 可是我比較喜歡吃芋頭 這個是夭壽啊 這裡面全部滿滿的榴槤耶 全部都是榴槤 我媽超愛吃榴槤 超深度 哇 都是榴槤味 好多瓦斯味 哇 來把它挖起來 滿滿的榴槤蛋糕啊 咦 你敢吃喔 我敢啊 我可以吃這麼大的口味 好好好 那你等一下嘴巴很臭 好吃 應該讓你留著回去給你媽媽吃 然後我們吃芋頭跟那個啦 芒果 好 走走走走 來 繼續去吃吧 好啦 我們來到了第三間 這個叫做肚雞麵館 它的話很厲害的是它的水餃跟操手 我都很喜歡 好啦 我們的餐到齊啦 我告訴你喔 這邊第一個 這邊的話第一個啊 一定要點點 欸欸欸欸 它的話是 弄雞丁做的三杯雞 小菜 你有看過喔 水餃店有三杯雞的雞丁 這是熱手店 它雖然是冷掉 可是它的肉不柴 而且很好吃 好吃喔 而且味道夠又不會太鹹 然後它的操手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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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弟啊 操手也是很好吃 它的操手的話 它的那個紅油裡面 是有那個花椒麻的 油亮油亮的操手 它操手就是 辣油花椒油跟 有一點醋 所以吃起來不會膩 然後裡面的肉很紮實 而且它裡面的肉很像宜蘭的那種 餛飩的肉 只是它比宜蘭的餛飩大 肉味比較重 如果比較喜歡吃肉味的 會很喜歡 就是它的水餃 它的水餃是我喜歡的那種 就是不規則 大家都要弄聲音 不規則 然後看起來皮超Q的那種 然後我都是會弄一個 醋跟醬油的醬 讚 你看它的肉都是那種 粉色粉色的 然後很紮實 它的水餃是好吃的 它水餃裡面有加一點點 醬 所以不敢吃醬的可能不敢吃 可是我們敢吃醬的 就會覺得滿提味的 所以其實這一間肉燥拌麵 其實也很多人喜歡吃 但是因為我們要拍太多間 所以我們就不點這一個 它水餃真的超好吃 它水餃真的很好吃 它水餃真的很好吃 它的操作很好吃 就是腳類那種 包的那種腳類都很好吃 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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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小 感覺真的超好吃 偷吃 偷吃個屁 肥到爆掉 你看看你的肚子 它的玉泥 它的玉泥真的超多 它的玉泥真的超多 好吃 好啦 我們來到第四間 這一間其實很 我看你幾乎沒有人爆過 它是一個在旁邊的一個 類似像那種小的居酒屋的感覺 路邊攤 然後它就是像這樣子 它這邊就是有一個吧台 然後就是在這邊吃肉 然後那邊的話它還有一個室內區 這一家的串燒跟它的烤海鮮 都還不錯 你們如果有來通話夜市的話 真的可以來吃吃看這一間 酒蒸 酒蒸蛤蜊 你看超肥的 肉肉啊 超鮮的 你看它上面有一顆水泡呢 超級大水泡 雞腿肉 醬燒的雞腿肉 這猜猜是什麼 這是炸的雞胸肉 對 就是日本的雞肉串 好好吃喔 高級版的雞肉串 完全不腮 然後它外面裹那個 串炸的那個粉很香 頭髮的串炸粉很香 不是頭髮的串 它的那個麵包粉的串炸粉很香 然後裡面的雞胸肉 感覺有一點點醃過 可是是很嫩的 然後好燙 好燙 好吃的齁 其實我就想再點一串 這一間的燒烤 是我們的私藏名單 因為它是在通話夜市的一個巷子彎角裡面 所以一般人不太會發現 可是我最近看它的網路的評論越來越多 所以應該很多人都發現這一間 再來就是這個 雞腿雞肉串 它雞腿雞肉串 重口味的一定要吃 因為味道超重 你看它的那個醬燒味很香 它牛肉烤到啊 這邊裡面還有一點紅紅的 好好吃喔 它是烤過的魚耶 對啊它是烤過的魚耶 然後裡面是白肉 然後它的湯有加薑 蔥跟酒針塔 還有加一點香油 醒酒湯 好啦這間就到這邊啦 好啦我們吃完了 我們現在要回去回家了 飽了 對 整個肚子都超大 這四間的這個店家資訊 我會放在影片底下 如果你們下次有來通話夜市 因為大家都去吃過那些什麼 湯圓啊 什麼滷味啊 那些大家都吃過 這次我們介紹大家比較不知道的 我們可以試試試看真的不錯吃 那如果你們有所喜歡這種 我們也可以在底下跟我們交流喔 掰掰